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2月14日 星期二 最近 六四的非法集結案 關於去年 黎智英等一大群人 全部被判刑 他們被控煽惑和參與非法集結罪成 一大群人全部都在坐牢 不過 判囚13個月 跟其執行 其實是一樣的 無論多少條罪 跟其執行也是一樣的 但是 這個絕對是一個冤獄 因為大家本身是一個悼念活動 你說非法集結 根本就是 離譜的 從來 香港也沒想過會因為六四悼念而被判監 當日我們也有份去 我有份 衝哭 推倒那個鐵馬 因為當時他用鐵馬圍著 說我忍不住 當時很衝動 我以為有人幫忙 原來沒有 所有的記者衝過來拍照 但是沒有人幫忙 後來 那些記者 差不多 拍了一會兒就有其他人衝上來幫忙 然後推倒了 鐵馬 我們是有份去的 我們也覺得這是一個合法的 怎麼說的集會 你說非法集結 有甚麼非法集結 這些都離譜 我們 看到一大群人的坐牢 包括47人的初選案 那麼溫和的選舉也要坐牢 何俊仁 這些已經溫和到不能再溫和的人 都要坐牢 很多網友 聽完我們的節目 當日 和錢志賢做的節目就是 如何救這些47人 又或者 不止 是所有的香港受著冤獄的 這些人 黃之鋒 何俊仁 肥佬黎 快必 全部都是冤獄 未審就已經坐了超過一年了 快必我們跟他最好朋友 去年9月被人抓到現在 還有結師 你沒有保釋的 完全不准保釋 跟坐牢有甚麼分別 很多網友 向我們反映 為甚麼羅冠聰 去到這個民主峰會 隻字不提他們 你不提快必不要緊 可能是趁假 但肥佬黎是你們的 同路人 黃之鋒是你們的同一個組織 裡面很多人是你們的盟友 為甚麼不提一下他們 不叫拜登 幫忙 或者在 民主峰會上向全世界呼籲 這群人是坐著冤獄的 香港是一個司法迫害 要救他們 為甚麼呢 這個問題我也在想了很久 我們當時 跟錢生做的節目 就是覺得 其實只有一個人可以救到 或者只有一個政府 叫美國政府 美國政府 向中共施壓 例如好像上次氣候峰會 其實中共不是沒有東西讓的 中共有東西讓的 氣候峰會 之前中共為了討好美國 即時在大陸 禁止牌坊 要即時達標 要當日要追回 提早兩個月要達標 因為之前碳坊太多了 要減回 這些完全是一個討好美國的行為 為甚麼你可以在那些地方討好美國 而香港人 或者你有機會發聲的人 提出這件事 要美國幫忙做了呢 這個 真的令到我們 很為難 網友也有很多意見 這節我們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究竟羅冠聰 應不應該 在會上提出 或者應不應該叫美國出手 去救這群人 救不救到 這個當然 大家都不知道 可能可以 可能不行 問題就是 很多人提出 起碼你也要做呀 那些是你的同路人來的 那些是你的盟友來的 不可能你只是說一些假大空的說話 我們不要說假大空 說一些很宏大的目標 我們要怎樣怎樣怎樣 最基本的 連他們的自由也害不了 連他們 不要說什麼 起碼有保釋 是不是 現在 是遭受到 不白之淵 那麼我們 一會兒我們詳細和大家分析 說之前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持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和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有三個呼籲 第一個呼籲就是 一定要 投訴一個藝務我們的網站 那個 在YouTube裏面 註冊了跟我們一模一樣的名字 用來偷了我們的圖 然後把我們所有的節目全部偷了 當然不只是偷我們 但是用我們的名字 去偷了其他的老蕭 其他網台不同的節目 看中國也有 基本上是甚麼都有 包羅萬有 裏面的節目是很多很多的 我們就覺得這樣沒有辦法再引下去了 我希望大家 全力的去投訴 去報告這個 導賣的 頻道 太離譜了 第二 就是呼籲 現在快要組織了 冬至 快要過農曆年了 如果大家有需要組織 要買盆菜 要加鬆的話 就可以跟我們 幫忙 88蕭蕭 領回盆菜 不是向我們領 而是向88蕭領 第三個呼籲 就是我們的Patreon Patreon 我們是以5元一個月 希望大家支持 5元美金一個月 加入我們的Patreon 如果達到1萬人 我們可以將我們的媒體 再發大一些 再擴大一些 因為現在台灣方面 我覺得也是 台灣那邊的 員工 要讀書的關係 只能夠 偶爾幫忙 我們也希望做多一點 台灣 美國 英國 已經找了人 做 新聞 讀英國的每天的新聞 每天 會在 中午時段 放出來給大家 所以 希望 可以支持我們 提供 更加多的 多元化的節目給大家 我們 我們 當然我們是香港 但是 人現在是英國 所以我們也覺得英國 新聞是有需要的 說回肥佬黎 或者現在在囚的一大群 泛民的人士 還有快必 還有傑斯 我們也認為 你就算是要控告 你說你司法迫害也好 香港是行普通法的 你起碼要給他保釋 在家裏審 人家會提供證據給你 你現在 都還沒審 快必已經坐了幾百天了 已經坐了500天監了 有沒有那麼離譜的事 很多人都說 到底 羅冠聰 你到底在想甚麼 你只是說我們將來要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要爭取民主自由 現在現現實實 你們的戰友 你們同一個組織的黃之鋒 你們的 最大的 supporter 叫做肥佬黎 他七十幾歲人 都要坐這個冤獄 為什麼你不在這個會上 加一條下去 要他救了他 要叫拜登救了他 就算不要說要救他出來 起碼要保釋 基本上是完全是 很離譜的司法迫害 你已經困了下去了 如果單案 拖了三年 那就要坐三年監了 到時清白也要坐三年監了 這個世界有沒有那麼離譜的事情 有人 當時就說了一件事 其實最不想黃之鋒出來 那個就是羅冠聰 因為他們是同一個組織 如果黃之鋒出來 他的光環當然是蓋過他 還在香港 還能夠出來 到時 沒有人支持 這個說法 我也覺得 當然是 不可以完全 這麼說 有人就覺得 好像送告眾 鵝飛說要迎回二帝 二帝回來 我坐哪裏 當然是不可以讓他回來 所以你鵝飛是要死的 你想怎樣 那個光環沒有了嗎 我現在很辛苦建立那個光環 做皇帝 這個跟英宗一樣 英宗被阿拉老了 被阿倩捉了 你 一個國家沒有可能沒有皇帝 如果 當時這個皇帝反對 他們談判 當然是不可以讓英宗回來 回來就當太上皇了 會有奪門之便 會爆發這些東西 我們 有人是這樣的說法 我們也覺得 不是完全錯 但是 你不可以這樣看 為什麼這樣說呢 當然美國方面 他可以特地救 例如《換蝶者》 我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我很有感覺 就是 當時的湯漢詩 去到東德的時候 東柏林 他知道有個美國的學生被抓了 他在這次政治交易裏面 堅持 要救美國學生 你們一件烏兩件衛而已 但是 當時牽涉到 文德 即是東德 民主德國 文德和蘇聯 兩個國家的 情報系統的互相角力 蘇聯就覺得我是老大哥 而這次的刀 我就要交換 在美國給你抓的蘇聯間諜 但是東德 就有一個角色 你覺得我東德談判 當然是我的角色 現在人家要求要換這個 變成了我在這宗刀裏面 我有份量 我有話事權 就算不是我 就算你那個是為主 蘇聯那個 那個 間諜是主角 我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我也是拘捕了一個美國學生 我也是 談判卓上一語 這就是 大家的角力問題 如果你 把 所有的受冤獄的人 放進 陳情 在演講裏面向全世界說 香港受到司法迫害 起碼 可以讓大家知道多一點 很多人不知道香港那麼離譜 香港以為 是一個法治的地方 真的有法論 原來沒有 我們覺得這個真的很離譜 起碼你要說出來 現在好像沒有 香港現在是沒有民主 要爭取民主 這樣我也覺得是有問題 不過 另一個角度 我們始終不可以完全 怪他 因為 如果你跟中共一丟 接下來是不是所有東西都在桌底 教育 密室談判呢 就像當年民主黨去中聯辦那樣 大家談好 如果 中共放任 你這次用拜登 向他施壓 他就放了部分的人出來 他下次再拉過了 你又放了 像孟晚舟那樣 交換人質 這個另一個說法 我也覺得成立 即是站在羅冠宗立場 他可能要想 如果我們去參與這個交換人質遊戲 我們就跌入了中共陷阱 你跟他什麼都好 他拉人比你更容易去救人 這個 也有可能發生 也有機會是他的考慮之力 為甚麼他不夠 為甚麼他不幫他們說話 有可能 有很多朋友會在想 為甚麼對他很失望 為甚麼 最親密的盟友 一個是他們的同一個組織的人 創辦人 黃之鋒 一個是香港的民主支付 最大的 支持者 為甚麼呢 為甚麼 為甚麼他們 不夠呢 真的有很多原因 我們始終也不能夠 單從這個角度 他就是宋高中 他就是名警帝 警態 警態 不是這樣 未必可以這樣解釋 始終你如果跟中共談判 都有機會 陷入陷阱 就是他主導回事 好了 你要放人就行了 你要讓甚麼讓甚麼 反過來 又有可能 中共陷阱 也未定 總之 這件事是痛苦的 救 你說 應該也可以 但你說不應該 又 說不出口 坦白說 我們分析這節 暫時先分析了那麼多 我們始終也不能夠代替 他說這件事 他的政治判斷跟我們 局外人的看法有些不同 這節先說到那麼多 拜拜 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